有在家共觀光發展 台東市府暗算要來蓋一個立體停車場 經費要刺激 不過有管議員認為 這實在太過期 要求管政府要專案報告 部分的公共第五停車場 要去一宿地下地面兩站 包括一站上廣東的立體停車場 提供兩百三十個的停車費 總共定金費要7億 要算一百十四年完工 有民眾認為 如果這次為了解決自己停車的問題 應該要有其他辦法 旅遊旺季 假日那邊車流量比較多 需要停以外 平時應該沒有那麼大的需求 當然是還有疏導的作用 在管理會 臨時會十六點 對管府要去新的立體停車場 也請管政府做傳案報告 管理員認為 附近有臨時停車場 可能不用再去立體停車場 而且設計的金費可能受完 但是管府說總金費要包括 有機關無料機械和工廠有比金 金費很合理 也能把臨時共有停車場的土地 收大使用 一個停車場兩百多個的停車場 既然要花到七億 這是天價 因為這鐵花商圈周邊 我們目前開闢了兩個 比如就分局 以及波蘭谷對面 這個都是屬於臨時性的停車場 那未來會回歸到它正式的用途別 這個經費 管府向中央政策三億 管府各自傳四億 有算的已經通過 有議員任務不符合經濟效益 也任務中央和地方 臺灣的分配比例不太行 沒有賣到未來會反對有算的接行 記者綜合部都 寺 在《馬拉雅猛的通道》 有紀念